抗體的種類竟然有這麼多種 可是我們可以依據它的Constant Region 我們可以依據它的橫定區或叫固定區 可以區分成五種 這個我們上次也稍微講 GMA IgG IgM IgA IgD IgE 那另外的話呢 抗體它對於抗原可以進行專一性的結合 但是結合之後又如何呢 結合之後它就可以讓這個毒素中和 讓它沒有辦法再繼續感染或破壞我們的正常生理 那我們就把這個功能當作是中和作用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它會幫忙把這個補體活化起來 所以我們才說上大學之後 看裡面的科系需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話 你可能大二大三會修免疫 那你就知道這有這個Classic跟Alternative Pathway 它會有這個古典跟替代路徑 能夠把這個補體給活化起來 那活化之後的功能的話呢 其實以前的課本 或者是你上課之後看這個原文書 它通常會寫它的功能是直接溶菌 但是每次講到抗體的功能有直接溶菌 就要再解釋 抗體其實沒有辦法 我有沒有跟大家說抗體就是飛鏢 然後飛鏢射在壞人身上 並不會像射氣球一樣把換成射棒 有跟大家說過吧 你就看到這個壞人的眼睛耳朵 鼻子嘴巴 這一些可自辨的特徵上面 就差滿不飛鏢 那既然這樣為什麼抗體的功能 會有一個叫直接溶菌 那你就要知道是因為抗體可以活化補體 那我們上次有沒有跟大家說 抗體活化補體 這會不會說它可以集氣 對不對 然後就會有這個Member Attacking Complex 什麼攻擊複合體 所以其實它直接溶菌的功能 是藉由活化補體來展現 那你以後上大學之後 如果你再唸你就會發現 原文書很多會這樣子寫 那而且你活化補體之後 隨時而來的 你是不是也會有趨化跟調理作用 那另外的話呢 寧疾沉澱 那我們在中文書或者在高中 大部分寧疾沉澱會一起講 但是你上大學之後就會知道 寧疾跟沉澱其實是針對不同的目標 但是那個沒關係 那寧疾沉澱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抗體會過去跟抗原結合 結合了之後就會把一大堆抓在一起 一大堆抓在一起之後 很多他們原本是可溶的 是溶於水溶於血的 然後抓一抓之後呢 它就會 然後它就變成不是那麼可溶 所以它就會寧疾沉澱 那這樣子的話呢也是一樣 這一些我們不喜歡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做壞